与姻缘的几个误区 来咨询的朋友中啊 有很多是来咨询情感的 但是啊 通过跟大家交流呢 发现啊 大众被营销号或者其他信息渠道 待遍了很多 这里呢 我说两个大家误解最大的两个点 第一个呢 证源 经常啊 有人会问我 这个是证源吗 能不能给我招证源 哪个是证源 你想啊 这个世界上啊 是不是很多人一辈子结婚 不止一次或者两次吧 那么你说哪个是证源呢 证源呀 其实不代表这个人会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证源指的是应该出现的人 比较适合你的人 他有很大可能啊 和你拿到结果 甚至啊 是拿到过一段结果 证源呢 是指啊 具有以上特征的一类人 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 第二呢 就是无所不能的和合 总有人要和合 不管分手一个月两个月 一年两年 和合的前提是你们还有关系 他的本意啊 是让原本的关系更进一步 你们都分手了 都没关系了 那还合啥呀 那合的不是别人的老婆 别人的老公吗 对了 说到这里呢 还有来问啊 能不能和别人男朋友女朋友的 嗯 和合呀 有一定的条件 要是真的能这样乱和 我呀 就把你和刘亦菲和一下 得了呗 人生呀 是一座孤岛 生命呀 是孤独的 珍惜 所欲 皆正缘 放过所失 皆天数 人生呢 没有非要和和的人 也没有错过的命中注定 让人痛苦的 只是不能自拔的心 再会儿 优优独的 优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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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的